當全球十三億人口都領現金 蔡政府超增稅收 卻遲遲不還百億性現金 讓朝野大炸鍋 如今蘇魁終於鬆口 超增四千五百億 七百億要給地方 一千億補貼勞健保和店價 以及強韌經濟 剩下的一千八百億 可以這樣使用 說要做好整體規劃 但還稅漁民 發現金還要等多久 藍軍喊話過年前發 讓百姓能過個好年 政府超增稅收 才以為元旦強調 要花在刀口上 先是說不考慮不發現金 隨後卻剖文 發春聯發紅包袋 惹得網友偷罵 拿我稅金作秀高宣傳 女皇當導染員 比當總統還開心 還有人嗆多拿我的錢 可以還了沒 執政黨的刀口 是放在自己口袋嗎 從楊身上多把的毛 何時能回到楊身上 現在百姓就等蔡政府關愛的眼神 記者張正名 陳怡榮 台北報導